或者是問一些師傅 或者問一些東西 甚至是供養一些東西 那麼要留意一點就是說 南傳的師傅上座部的法師 你們不可以去抱他 跳著他 這樣就碰他 我想我們要留意這一點 我們有時候會見到 有其他不同中派的 你會見到跳著手 抱著就不要 不要去摸師傅 就是這樣 還有他們的界列 都是不可以收錢的 如果你們是想要供養師傅的話 你們有些什麼餅乾 剛才我都 吐完師傅送了一些咖啡豆 都是用來供養專者的 你們可以交給這裡的義工朋友 如果你說我想是捐一些錢 為佛教或者是維修寺廟 或者是美師傅 都可以 都是一樣可以將錢塞給他的 不可以給紅包他的 他不收的 你就一定要將那些錢 或者一些供養 就交給證人了 我們有多少個證人 在這裡可以幫忙說 這些戴著牌的 他們拿這些位置 就可以找他負責去收 還有待會我們會放一張桌子 在這個位置 現在都可以放好了 他有紋疊的紙 和你們要供養的錢 或者是餅乾 水等等 我們都會在這裡統一收 大致上都是這樣 師傅他簡介 他在1944年5月3日出生 他出家已經有26年了 他曾經在29歲時 曾經試過短期出家 雖然他是不想還續 但最最後因為他父母的壓力 和他的子女那時結婚 所以他還是要還續照顧家 一直到1993年的時候 他已經四十幾歲了 那時他決定自己所有要做的事 俗務都完成了 他就重新出家了 他曾經在未出家之前 是做過教師 甚至是做過校長的 因為他自己對自己 長遠的前景 他都是有出家的心願 所以他就不想 去做校長 這個重要的職位 退不了下來 於是他一直以教書的 教職型的身份 就去從事教學的 那到師傅他出家做了比丘之後 他就致力於學習他的禪修 那他先頭的時候 都遇到很多困難的 譬如他坐得來腳就很痛 痛得是不得了 那後來他就問他的師傅 怎樣可以去克服他 那師傅就教了他一些方法 例如說你要由得他痛 然後你要在禪修的過程中 怎樣用這個呼吸的方法 令到你這個痛楚 是根本再感覺不到的 他過了這個難關之後 那他就得到很大的進步 那他現在平均每一天 只是睡四個小時而已 那他其他的時候 除了吃飯 還有一些日常 十幾個小時 他都是蟬坐的 那他也是試過成功入定多次 他是一個 已經是知道了 這個掌握到 蟬修技巧的一個專者 那我知道這裡有很多人 都是剛剛是參加完 因為他的蟬修營就出來了 那大家都不需要我多說了 那今天在這裡 還有兩位 我們出家中的真團裡面的師傅 那一位就是德榮詩 師傅 那就是德榮詩是害羞的 那他就說不要說那麼多東西的 不是關於他的 但我也要說他是我恩人來的 那他一定不讓我說我的故事 那我就不說了 對不起師傅 我們想聽啊 我們想聽啊 我能不能說呢 我們想聽啊 那師傅一定要說 准不准我說啊 准 那我說吧 那件事是怎樣的呢 就是這樣 他要隨便你 2013年的時候 劉師傅就離樓了 醫生說不行了 他過不了最後的二十四個小時 那最後我就想 我能夠怎樣幫他呢 那我就 如果有一位師傅 可以在他離樓的時候 幫他唸經 一定是很好的 那時候說是兩點多鐘 說快來不行了 你兩點多鐘凌晨 你去哪裡找人呢 於是我就打電話 打凌雯子 因為凌雯子和我有很大的淵源 那凌雯子的主持 立即就 就打轉頭 就跟我說 啊 登雯師可以來 他立即坐的士過來 於是呢 等了很快 登雯師真的坐的士 慢慢走到ICU那裏 就幫劉師傅 尿了一部地藏經 那非常之感動 我們一家人就跟著你一起練 那完了之後呢 我問師傅 我給一些供養錢給你 好嗎 不收 一定不要給我 那你的的士錢都虧了 這個是我跟他結完的 天都不肯收 到後來呢 做很多妻子 做頭七尾妻 每一次師傅都有來 每一次我都追著他 你收錢啊 那我不收錢 因為是不肯接觸金錢的 一個很清廉 一個很純潔的一個人 那這位師傅 我就永遠都記得 他在我最困難的時候 他幫我做了 這件這麼緊急的事 頂到我知道劉師傅 他是在這個練精 升中慢慢過去 而是得到一個安樂的 那這個對於一個家人來說 是很重要 而且師傅一直在這麽多年 都對我很不持 還有他的品性 是一群很清高的人 所以我很喜歡 很尊重他 那這個就是登靈師了 大家好 謝謝大家 另外一位就是補完師 補完師 你見到他都是穿著北傳師傅的服飾 但是其實他是南傳的 上座部比優 他亦都是守戒律 好守他們上座部的戒律 你如果給錢 他也是會逃走 那種的 所以你千萬不要給錢 另外他不肯去接觸金錢 那今天他帶了他的徒弟 居士來聽課 很有心 真是謝謝你 那現在其實 其實補完師 也有很多時候 都會做一些禪修營 也都會將 原本的傳統的正統佛法 就帶給大家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很多五花八門的 個個都說自己是佛法 甚至有些金菩提 個個都說自己是佛 有盧聖賢 我們都不知道 究竟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所以我想大家如果接觸了真